好 下面我们来讲看 MPRs VPN 基本墨性和参数 首先第一个 MPRs VPN既有覆盖型 Overline VPN的优点 又有Peart VPN优点 这是它的特点 第一 PE参与客户路由 保证最优路径 并且提供站点非常简单 PE参与客户路由 意味着运商可以多收钱 可以多收一份钱 可以多收钱 对 对客户来说好还是不好 对客户来说不好 但是我们是学什么 SP的 要被运营商考虑 对吧 所以说对运营商来说 这是好的 对吧 那第一个特点是 Overline VPN的优点 还是Peart VPN有点 Peart VPN了吧 因为保证最优路径 提供一个新站点 非常容易 这是Peart VPN 第二个 PE承载一系列分割的路由表 这个是关键字 对吧 一系列分割的路由表 那什么意思 运营商路由 有运营商自己的路由表 客户A 有客户A自己的路由表 客户B 有客户B自己的路由表 一系列分割的路由表 那这个呢 有点类似于什么 专用Pe的这种环境 对不对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哪个的特点 因为专用Pe 那Overlay也是分割的 反正都有特点 就是说路由表一定要分割 下一个客户可以使用重复的 一纸空间 这是哪个的特点 就是Overlay的 对吧 Overlay OK 那实际上呢 我们这边有个大大的问号 有个大大的问号 因为什么MPSVPN也是需要把什么 客户路由从一端给你传到另外一端去 冰商要不要参与客户路由传练 需要吧 那这个里面客户怎么能重复呢 他是怎么重复的 因为一旦重复以后 中间是不是可能会进行优选 对不对 那这时候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后面再讲 后面再讲 他为什么客户可以使用重复的地址空间 帮我传路由 我还可以使用重复地址空间 好 再继续 再继续 既然是 下面是MPSVPN了 对吧 既然是MPSVPN 它是不是MPS加速中间一元 也是MPS加速中间一元吧 对吧 带MPS的都是MPS加速中间的成员 既然是MPS加速中间成员 那就分为几个平面 两个平面 一个是控制平面 一个是数据平面 对吧 那控制平面做几件事 只做两件事 那两件事 对 一个是运行路由协议 对吧 一个是运行什么样的标签付款协议 对吧 数据平面 也是两张表 对吧 也是两张表 一张就是FIB 一张是LFIB 那它的特点很简单 就是IP包查的就是FIB 标签包查的就是什么 LFIB 除了这个 没有什么区别 对吧 那我们研究的时候 实际上 这两张表都是自动形成的 都是自动形成的 我们只需要会看就行 只需要会看就行 这两这个呢 是我们需要研究的 就是路由是怎么传递的 标签是怎么分发的 这个是我们需要研究的 对吧 这两个呢 是自动生成的 我们需要会查看就行 对吧 会查看就可以 行 下面我们开始研究